总统光复节谈话 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明天就是台湾光复节了 今年的光复节 对我们台湾地区的 2130万同胞来说 具有很特别的意义 因为今年3月23日 我们举行了第一次 总统副总统直接民选 让老百姓用选票 决定国家援手和国家的前途 这是中国5000年 台湾400年来 人民第一次用和平的方式 创造自己的命运 从这一天起 我们真正走出了悲情 迎向光明灿烂的未来 台湾光复51年了 这半个世纪以来 我们本着不认输 不怕苦的精神 在艰难的环境中 奋斗打拼 终于在这一片土地上 开创出自由 民族 民族 繁荣的美丽 美丽 景象 这个成果 值得我们骄傲 但是 今天在迈进 另一个历史 新阶段的起点上 我们应该尽下心来 思考的是 我们要给后代祖孙 留下怎么样的未来 今天的台湾是富裕了 是民族 是自由了 但是 我们过去 所因以 为傲的 一些台湾进行 却逐渐消失了 在重视 名利前世的 社会价值之下 勤劳 潜朴 成捆 等等 传统美德 不再是 规放人心的标准 大多数人 都自热衷 追处名利 而副裂了 生命的意义 因而 使得 自己心灵 空虚 使得人际之间 出现恶性竞争 也使得社会乱象 层出不穷 这一切的问题 都是因为 我们的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 没有能够平衡 发展的缘故 所以 我们成功编造了 民族改革的台湾经验之后 还要再以心灵改革为目标 创造第二阶段的台湾经验 无论是 教育改革 司法改革 行政革新 社会改造 核实文化建设 都是希望 从改造 人心做起 健全社会 加构 体现社会 公义 重建 社会 伦理 让每一个人 都能 肯定自己 尊重 别人 在 公平 竞争的基础上 实现 理想 报复 要让我们的社会 能在 传统与现代之间 取得平衡 重现 和谐 出去 稳定 追求 发展 各位 亲爱的 父老兄弟姐妹 过去 这些年来 我们一起 用毅力 和决心 创造了 全世界 这些 赞散的 政治经济成就 而未来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子孙 后代 都能不能在 安和热力 充满希望的 新社会之中 建设 更美丽的家园 就要看 我们今天 是不是 能从改造 自我做起 共同打造一个有物质文明 也有心灵建设的社会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台湾光复节前夕 希望大家都能深切心思 痛下决心 一起来努力 最后 祝祝大家 健康快乐 谢谢 传统 传统 光复节 谈发 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天光年 就是台湾光复节 今年的光复节 对我们的台湾体系的 两千一把三十万同胞来说 既有一体贴的一年 因为 今年三年二十三号 我们一行的 第一次 总统 从副总统资奖明显 让老老乡乡 用线票 决定国家年数 和国家的前途 这是中国年前年 台湾七八年来 人民第一次 用和平的方式 创造资格的命运 从这一段期 我们能真正 行之而 比起 两小光明灿烂的危险 台湾光复 五十一年来 在半个世纪以来 我们本的 不认输 不怕苦的精神 在天南的反应中 混断打扁 终于在 这片土地上 开放出 自由 民族 繁荣的 民族 建设 这个城 拯救护 但是 今天 在迈离 那个历史新鸡团的起点 我们应该 在天下心裡思考之下, 我們要以本小胎子孫留下這樣的理論 今天台灣是富裕,是民族,是自由 但是我們過去所因一與那種台灣精神, 卻逐漸消失了 在重新年代前世的社會課詞之下, 群老、槍破、城堅等等傳統謎等 現在還規範人心的標準 台幅文明, 獨自熱中追求猶利, 以活躍耳生命的意義 意義使得四個心靈空隙, 使得年紀之間出現惡心應徵 也使得雜的亂象, 成縮不窮 這一切的問題, 都會因爲, 我們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沒有辦法平凡發展的編故 所以, 我們能成功低潮為民族歸的台灣經驗以後 還要再以心靈歸的目標, 創造經濟集團的台灣經驗 不論是教育改革, 持縛改革, 行政改革, 社會改革, 和是文化建設 我希望, 向國超人心組織, 建設社會改革, 體現社會公義, 從前社會公義, 從前社會倫理 讓民間人, 都能肯定資格, 遵從本人 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 實現理想拋鋪 要是我們的傻逼, 能和傳統一千塊之間 既得平凡, 從前國海之西, 問題追求發展 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子們, 過去這些年來 我們從下用利益的統計心 創造為全世界戰爭的政治經濟成就 而未來, 我們的因, 我們的自尊後退 都能不能在安革, 充滿希望的精神體之中 建設更迷你的家園 就要看, 我們請問你 是不是能從國超自我做起 共同打造一個有物質文明 也有心靈建設的傻地 在這裏的既有歷史因爲的台灣光復界前進 希望大家 都能成全神實 通過劫心, 通過努力 最後, 請祝大家健康快樂 感謝 感謝